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啦! 为什么一个月有三十天? 西元前46年,古罗马、儒略凯撒,依天文家索西勤建议,修订古罗马历时而制定儒略历时, 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,并规定单数月为三十一天,双数月为三十天, 但是这样一来,一年变成366天,所以就从二月份扣掉一天, 于是平年时二月只有二十九天,任年则有三十天, 也就是说一开始二月的天数就比别的月份少。 为什么是二月而不是四月或六月呢? 那是因为,在古罗马时代,二月份是处决人犯的月份, 所以要扣当然从不太吉利的月份扣。 后来到了西元前八年,罗马议会将八月改成奥古斯都皇帝的名字, 叫做奥古斯特,同时为了表示他和凯撒的功勋一样伟大, 于是将八月改为大月,变成三十一天, 使他和纪念凯撒的月份七月偏数相同, 而八月以后的大小月全都反过来, 于是九月和十一月变成三十天, 而十月和十二月则变成三十一天。 但是,这样一来,一年又变成三百六十六天了, 该怎么办呢? 只好又从二月扣掉一天,真是倒霉的二月。 从此,二月在平年时只有二十八天, 润年时则是二十九天,并沿用到现在。 在平年时则是二十八天,并沿用到现在。